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主题是环保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环保里面3R的Reduce 减量化 减量化就是减少使用 减少使用什么? 就是我们的社会的资源 比如说电、水 或者减少排放对地球有害的气体或者物质 好,首先我们要知道环保 不只是只有大人可以做的 各位同学,你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也是可以开始进行这个环保的活动 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第一,我们在家里可以减少使用我们的电器 比如说出去房间那时候记得关灯 不要浪费资源 我们在厕所的时候也不可以浪费水 我们可以使用脚踏车代替乘搭交通工具 接下来要提醒各位同学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先拿锅 要避免浪费食物 OK,在这个Reduce里面 我们也要减少食物的浪费 才可以保护到我们整个地球 好,刚刚我所讲的那些都是减量化的一些方法 OK,如果你们有一些有效的方法 可以减少使用某些资源 或者是减少浪费 或者减少对地球的污染 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些方法 好,最后 希望各位同学在你们的生活中 进行这个环保的活动 或者是方法 这个地球是大家共同生活的 所以我们来一起保护这个地球 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上上九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